刘伯温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一位宝经沧桑 前途辉煌的任务 他既是才华横溢的文人 又是具有高超谋略的智者 他既广泛涉猎各种文化 又深刻掌握了相当多的政治和军事学问 在他的一生中 他为中国的历史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刘伯温年少有为 并且十分勤奋刻苦 博学多彩 他在读书时就立下志向 决心将来要做一个对社会有价值的人 这样的人生目标促使他在学习上下了很大的力气 他很有才华 年轻时已经是一个文学家了 然而 当时的中国社会极其黑暗 因为内乱和外患的影响 人民的生活十分困难 每个人都很难保住自己的生命和财产 在这个情况下 刘伯温虽然非常聪明 但是他对未来感到十分的迷茫 在朝围观的人全都中宝四囊 没有人关心人民的疾苦 刘伯温看在眼里 恨在心里 但凭他一己之力 根本无法扭转必然到来的颓势 于是 他的心里的小火苗也在无声无息中熄灭了 看不到希望时 这位心怀悲悯的文人选择词官归隐 他想如果以后就这样避开战火 但然一生亦不失为一种幸运 虽然刘伯温胸怀红质 但他对官位却并无贪念 所以 词官之后的田园生活 他也过得很惬意 每天坐在摇椅上 看亭前花开花落 望炉上云卷云梳 他想如果以后就这样避开战火 但然一生也不失为一种幸运 可是他的命运却不容他如此自在 在袁莫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中 朱元所带领的那一只势头最猛 进展最快 在这个时候 朱元璋因为需要人才而找到了刘伯温 刘伯温是朱元璋十年来的亲信 因此他在临终前执意要咬一口烧柄 很可能与朱元璋进攻时的一次觐见有关 那次 朱元璋刚咬了一口烧柄 为了测试他 朱元璋把碗扣在了饼的上面 并询问他下面是什么 刘伯温回答说 这个东西像太阳也像月亮 刚被金龙咬了一口 是个饼 朱元璋见其有不俗的预测能力 便向他问起了大明的国运 刘伯温知道关于王朝更替的事情 不能很直白地讲出来 于是便拿出了自己多年前写成的预言书籍给朱元璋看 后世都把此书称作烧柄格 书中内容大略预测了明朝之后八百年后的事 显然当时的人不会真的相信书中所讲述的一切 包括朱元璋 但是刘伯温的预言给了朱元璋一定的歧视 后来刘伯温因此被朱元璋招入了团队 成为了明朝的重要谋臣 归顺朱元璋后 刘伯温确实发挥了他谋臣的作用 对于他所提出的作战策略朱元璋都尽数采纳 有次陈有亮攻陷太平 其他人都劝他投降避免更大的损失 而朱元璋却在事后只留下了一言不发的刘伯温 并内心地听取了他的意见 刘伯温与朱元璋的君臣缘分起于一次引荐 那时大致未愁的刘伯温决心被破碎不堪的局面置身是万 然而他远扬的才气纵视萧辰的心境也难打 朱元璋身边一位亲近的部下向他推荐刘伯温 赞其轻政多治 右肩才干 尚可重用 朱元璋听罢随即说起此时队伍中却一味果敢善谋的军师 面对朱元璋的邀请 刘伯温并没有一次就答应 因为他之前在元朝围观的经历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 他怕投靠朱元璋后 他也不是民主 但那时 再想回头就不容易了 朱元璋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 并没有勉强刘伯温出善 而是几次三番派人拜访他 表现自己惜财爱财的诚意 刘伯温也不是一个偏执的人 见到朱元璋求贤若渴 刘伯温明白 此人值得追随 因此 刘伯温选择跟随朱元璋 成为了他的谋臣 在与朱元璋的君臣缘分中 刘伯温赢得了朱元璋的信任 成为他的亲信之一 一直为他出谋划策 贡献良多 朱元璋也对刘伯温非常重视 常常称赞他的谋略高超 缺少他难以得胜 他们彼此信任 互相依靠 这种君臣关系 一直持续到朱元璋去世 在朱元璋之死后 刘伯温也一直为明朝的发展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在政治和军事领域 都有非常突出的才华 曾经多次帮助明朝打败敌人 为明朝的统一和发展 提供了坚强的支持 在政治方面 刘伯温被赞誉为汉才最盛 文大无盛 他在朝政上深得朱元璋赏时 被任命为领军大将军 他很注重政治改革 提出了一些 可以改善社会矛盾的办法 比如提出封建国家 是大夫贵族的设想 减少了官府和人民之间的隔阂 在军事战争方面 刘伯温也是一位出色的战略家 他曾在徐达的帮助下 为明朝获得内布勒斯王国的王位 为明朝的国际地位带来了卓越的进展 他还成功地击败了回布领袖图木铺 削弱了北方势力 为朝廷统一全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显然 刘伯温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 他的才华和智慧让他成为明朝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 他的一生表明了 只要你有才华和追求 不管身处何时何地 你都能发挥自己的潜力 成就一番事业